但以理书第十章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 有一个信息启示给那称为伯提沙萨的但以理 这信息是真的 是关于一场大战争 但以理明白这信息 了解这意象 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星期 美味的食物我没有吃 肉和酒没有入我的口 我也没有用高油抹身 整整三个星期 正月二十四日 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的时候 我举目观看 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 腰束乌发纯金的戴 他的身像碧玉 面貌像闪电的样子 眼睛像火把 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那么闪耀 说话的声音 像群众喊叫的声音 独有我但以理看见这意象 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都没有看见 不过他们却大大惊慌 逃跑躲藏起来了 因此 只有我一人留下来 我看见了这大意象 就全身无力 脸色大变 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却仍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就沉睡了 脸浮在地 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 使我用膝和手掌 勉强支持着要站起来 他对我说 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 你应当留意我要对你说的话 你只管站起来 因为我现在奉差遣到你这里来 他和我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战战兢兢地站起来 他又对我说 但以理啊 不要惧怕 因为自从你第一天决心要明白这些事 又在你的神面前谦卑自己 你祷告的话已蒙垂听了 我就是因你祷告的话而来的 但波斯国的护卫天使拦阻我二十一天 后来有护卫天使长中的一位米加勒来帮助我 我就留他在那里 和波斯众王在一起 现在我来是要使你明白 日后所要发生在你的同胞身上的事 因为这意象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的 他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脸浮在地默默无声 忽然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 我就开口和那站在我面前的交谈说 我主啊 因着这意象 我非常痛苦 毫无气力 我主的仆人怎能和我主说话呢 我现在全身无力 没有气息 那位像人的在摸我 使我有力量 他说 大蒙倦爱的人啊 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 你要大大刚强 他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就刚强起来 于是我说 我主请说 因为你刚强了我 他说 现在我要回去和波斯的护卫天使作战 我一离去 希腊的护卫天使就要来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吗? 我来是要把那记录在真理书上的事告诉你 除了你们的护卫天使米加勒之外 没有一个帮助我和我一起抵挡他们 我来说 希腊的护卫天使米加勒之外